其实癫痫氧发作呢 就指的是各种各样的癫痫发作 我们最容易被大家理解 也就是说大家第一时间都能理解为 它是癫痫发作呢 就是表现为这种患者突然的意识丧失 四肢抽搐 面色发青 有时候伴有口吐白沫 发作严重的时候可能有二变的失禁 那这是最容易被老百姓认识的一种发作 但实际上癫痫样的发作还有各种各样的 你像我们的小孩子有一些抱球样的发作 还有一些发作呢是不对称的 也就是说可能只有一侧肢体的抖动 另外一侧肢体并没有抖动 这些都属于癫痫 其实我们癫痫的发作的话 它是不分期的 但是癫痫的发作有一个特点 就是要注意它的时间 为什么要注意时间呢 就是说我们强调有两个时间点 第一个时间点强调的是 如果发作到这个时间点 患儿的发作不停止 就有可能导致它比较长期的严重的发作 那第二个时间点 也就是家长特别关心的 就是说我们孩子的发作会不会对我们的孩子的中枢神经系统有影响 那么达到第二个时间点 有可能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的神经元就会产生一些坏死呀 这样的情况会对孩子的长期预后有一些影响 那么我们常说的就是说第一个时间点是几分钟呢 一般来说 五分钟就是我们第一个时间点 如果有患儿在家里出现了发作 或者在学校出现了发作 那么如果达到五分钟还不停止的话 家长一定要拨打120 一定要到就近的医院立刻终止发作 否则有一些孩子可能会演变为持续状态 也就是说更长时间的发作 可能会导致它中枢神经系统的损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